可能你還是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排序 除了排序之外的話 Ctrl D 一下 我把它恢復一下 第2種方法你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 把那個什麼 用旁邊有個叫篩選 什麼叫篩選 其實我覺得篩選可能會比排序更好 為什麼 1優標還是放在那個 B1 2按篩選 那你會發現按篩選之後 他會出現多個什麼東西呢 特別注意 他會在那個 就是你優標放的位置上面多一個什麼下拉 有一個下拉的清單的符號 這個符號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用 其實你可以點選他 他會出現說 所謂的篩選是說你要留下什麼 那這邊會出現說 這全部呢 還是只要1的部分 其實我們只要1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 把他點1的部分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0的部分會出現 0的部分就不出現了 我按底下先不要管他 然後呢我們其實篩選完之後呢 你就優標放在 A2 那一樣把他選到底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這個時候你把它貼到查詢結果 把它貼上 其實結果也不一樣 也是OK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將來要留下 最後記得把篩選取消掉 取消的話呢 就是直接再點一下這個篩選 他就恢復了 OK所以這個篩選 他主要的用途就是什麼 他這個圖也跟你講 就有點像漏斗 你要的留下來 你不要的去掉的意思 所以篩選 OK兩個方法 那都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利用那個排序跟篩選 找到你要的資料 並且把它複製到查詢結果裡面